欢迎大家来到时照聚焦 9月24号 我们现在看到是推特的 如果你打开推特的话 是推特在寻找搜寻里面的首页 他首页放的是昨天晚上 这个Roger Feders 就是瑞士最著名的网球选手 驰骋网谈20多年大概 他昨天晚上那场比赛结束 他输了 结束之后他宣布退休了 所以在网谈当中 三个最顶级的人物 其中一个退休了 其中一个退休了 另外两个人呢 另外两个人在那边 纳达尔跟这个 纳达尔跟这个叫德约科维奇 这是一件 就是在推特上来讲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因为他大概得了20个大满贯的冠军 他曾经长期的盘踞在世界第一位 在整个网 在整个这么多年 二三十年里面 在网球当中 他应该是当年的桑普拉斯的 阿加西跟桑普拉斯之后的 和接探班的最伟大球员 而且他比较特别就是说 他极具男人的那种温文尔雅的 绅士的风范 在打球当中很少 很少有这样的人 很少 因为我指的是他的气质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昨天的纠灾 很多人对他很崇拜 就是他很家庭 很关爱 很家庭 很事业 但他的事业的本身呢 就很洒脱 他不会说非得要 非得要这样非得要 他没有 就是蛮欣赏他的 他的事业 他的生活 他的家庭 他的朋友 所以他永远给人一种 很欣赏的概念 那在这点上呢 其他的呢 挺难跟他比较的 他很enjoy 就是很欣赏他的运动 很倾心于他的运动 但是呢 他不会为了这个运动 就是说我非得要 一定什么 没有 当然这些 每个人价值观不同 这是我个人的价值观 是这个价值 是这个价值观了 所以我个人比较欣赏 但我们的主题 不是这个 我们主题的是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下面 在排行当中 搜索的排行当中 今天一直在置顶的 从早上 美国东部时间早晨大概六点多 就一直在置顶 两个词 一个是北京 搜寻当中 一个是北京 一个是习近平 也就说 是有人在用英文 用这样的标志 是表明 我不知道 放大吧 放大 他放大不了 用这样的标志 他表明呢 有人用英文 在搜寻北京 与北京相关的 与习近平相关的内容 那为什么呢 是习近平被软禁 习近平被软禁 所以习近平这软禁 被软禁呢 就已经传到了 已经完全传到了海外 这个比较置顶的 这是Golden Chen Golden Chen呢 就是叫什么 中国会 中共国会毁灭 那本书的 他写的 他就提 他提到说呢 他引用了下面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呢 是昨天 前天到昨天吧 前天夜里 出来 我个人比较 第一时间看到了 我当时跟大家讲过 说这个习近平被软禁 网传 之后不久 这个这段视频出来了 他说呢 是从张家口到淮来的路上 张家口到淮来路上 张家口是美国 是中共国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归 北部战区馆 是完全守卫 北京城北部的 这个军队 这是这是真的 所以他说是从张家口到淮来 淮来可能是淮 淮州那一边的淮来 长达八十公里的运兵车 这个原文是这样 是中文推 中国人推的 我个人看的视频当时没办法佐证 就是我没有看到边上 但是运兵车 开车的人呢 开车的人跟这个运兵车本身呢 是同向 所以他是这么表述 但没有任何说明 确实这是有这段视频 但没有第二段 任何第二段视频都没有 所以你看到在 在英文的当中呢 就出现的 很多人用的就是这段 讨论的也是这段 那 这是在北京这个栏目下 这是上来提到 然后在这段视频下面 就谈到的 就谈到的软禁的问题 什么上将 这里面就谈到了中央军委 他谈到中央军委的意思 是指说军委开会 21号对吧 21号军委开会呢 所有人都到场了 唯一没到场的 就是军委主席习近平 所以这是在英文里面 就谈到习近平被软禁了 这段这段讲的就是 讲北京取消了 六千多架 这个飞机航班 这是这我们都讲过了 北京取消六千多架 飞机航班 那高铁的票卖出去呢 全都被取消了 全都被取消了 所以这是 而这个这样的三样 三个消息呢 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跟大家分享过 为什么说习近平有软禁呢 是因为习近平 没有参加 没有参加军委的会议 是许其亮主持的 然后当天呢 飞机跟那个高铁都被 买了票都被取消了 所以飞机可以解释 高铁不可以解释 高铁你怎么去解释它 而中共内部官方解释的 也解释了飞机 我们节目中 在那期节目中很多人看 也就谈到说 说这个飞机的取消航班呢 从疫情那一年 2020年开始呢 就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拿出来数字 那个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孤瑞的一天 一件事情 那而且你的高铁也好 你的飞机票也好 都已经卖出去之后 就给取消了 而取消却没有任何理由 这是不能解释 完全不能解释 所以这里面就 他谈到的也是这段故事 也是这段故事 再有一个就是运兵车 所以在左派 在西方的媒体当中 就谈到了这件事情 人们在讨论这件事情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 那他的结果就是 就是 习近平可能被抓了 在这里面 这个故事里面 就是这个人讲的 就是飞机航班取消 所以他呢 没谈习近平 这是三个小时之前 他说 在最近在飞机上空上 没有飞机了 在北京上空没有飞机了 他讲的 他用的是这张图 所以如果他是 他是现在讲的话 这张图在 因为飞机航班是非常多的 对不对 那北京机场那么大 三个大机场 那他没有飞机了 这是一个最新的故事 所以 所有的火车 进出北京 进出北京的车辆 全都被取消了 这是三个小时之前的 所以一定有什么大事情 在跟中共有关系发生了 那三个小时之前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 晚上十一点 晚上十一 晚上十点 十点半吧 那三个小时之前 大概晚上七点多钟 这里面 这里面他六个小时之前 这个人说就是 一定在北京发生了什么 他认为习近平 普京也好 谁也好 他认为应该是被抓出事的 这些很多是一种期盼 而转载这样消息的人 转载这样消息的人 基本是印度人跟巴基斯坦人 现在看到是印度人跟巴基斯坦人 那里面在谈论的谈论的故事 这也是指了航班的取消 这里面同样是讲的航班的取消 说他认为北京在晚上十点钟的 北京机场是不是正常了 他列出来 北京机场是不是正常了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 十三个小时之前 晚上七点 那这里没有解释了 那这里讲说习2.0 有人说他可能是假的 可能是真的 可能是假的 不同的解释 所以人们盯在了航班 飞机航班上 北京今天晚上没有飞机 没有飞机 所以这是一种 你只能说这是一种出事的标志了 讲的全是这件事情 但是 如果我们回到习近平这个标栏 就比较 这是我们跟大家计时看 四个小时之前 应该说中国出事了 那习近平被软禁了 被软禁的消息 他说不对的 他认为是不对的 作为中国人民来讲 说反对习近平来讲 这个他个人觉得是有问题的 他说在中国政治的状况来讲 他在讲述了 昨天从21号到23号 习近平反腐 一共抓了八个官 八个人 我们用过这张图 他也引用的是这张图 就是 而八个人当中呢 有六个是政法委体系的 所以很显然在 在西方的 就是讲英文的媒体当中 同样开始了不同的讨论 有人认为是真的 有人认为是假的 那这里面就讲述了说 反对习近平的人呢 反对习近平的人把习近平抓了 这是一个九天前的 要不是九个小时之前的 他说在查找 我不知道他是英文的 他是英文的媒体 但我没有查他是哪里的 他讲说习近平是否真的被软禁了 他叫House Rice 是否真的被软禁了 三个小时之前 他说呢 中共的军队 是不是全都完全take over 就是不知道 就是完全掌握政权 不知道 那习近平被软禁 很有可能 如果这个消息是对的话 那在全球的政治跟经济层面 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无论从地域 无论从地域的角度来讲 还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中国将出现巨大的 就会出现巨大的衰摆衰落 那他用的呢 基本上是从中文系统中转过来的 就是李乔明 应该是李明乔 李乔明 这个原来北部战区的司令 那后来被换掉了 被这个王强换掉了 这个消息呢 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军委的新的班子 那个是香港媒体报的 所以香港媒体那个有关军委的班子 他比较 我个人觉得那么分析 起码是一个有凭有正 对吧 透过他们的军牌 有凭有正 那是比较比较靠谱的 但是如果是那么大的一件事情呢 并不说明 军委本身的成立并不说明 习近平没事 换句话说 可以说习近平到底面临了多大的事情 使他缺席了 军委这么一次很重要的活动 因为那个活动 就是那个军委会议本身 是几乎所有的上将都参加了 那所有的上将都参加了 而军委主席却不在 是由军委副主席来主办 他是一个新旧班子交替的工作 新旧班子交替的军委活动 习近平竟然缺席 这是不能解释的 这是完全不能解释的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他就直接讲了 习近平在 习近平在这个 在软禁 他认为是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是这样 他甚至说李乔明是新的主席 这个就开始编 我以为这就编了 这是英文的 这是英文编的 那下面就开始真正的取笑了 这就开始编脸了 说中国可能会出现新的领袖 这是一个小时之前的 然后这个是比较多的 说最高兴的应该是马云 习近平出事了 最高兴的应该是马云了 下面就开始 基本上就是取笑他 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被关了 被软禁了 最高兴的是台湾 印度跟美国 这些都基本上 是我们都看到的故事 如果你查最新的话 就语言不同了 但是我个人注意到 都是南亚人 印度人 巴基斯坦人 在传这样的故事 说就是怎么说呢 没有火就没有烟 有烟没有火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定是什么事情发生了 一定是什么事情发生了 那或早或晚 它一定会展现出来的 这个人挺哲学 这是最新的 17秒钟之前 20世纪什么共产党的 第20世纪共产党开会 那它是政治跟法律上的一个 如何如何 然后他提到包括孙力军 傅政华 王什么 王立凯 应该是王立凯 就是那个 他说他们突然就被抓了 这显示出 在中共内部当中 习近平的贴身的 就是习近平自己的跟随者 会非常失望 非常恐惧 所以这是在英文系统中 人们都可以 人们在分析这些 在分析的内容当中呢 我要一再跟大家讲 大多是南亚地区的 但是呢 我们刚才看到 他提供了两个故事 一个在他们眼睛里 李明桥 李乔明 要成为新主席 这肯定是假的 但是呢 今天晚上 北京机场上空 没飞机 所有飞机都停了 这是个故事 这确实是个故事 但是我还是认为 如果出事的话 出事不出事 应该在十一之前 而不是七中全会 有网上中国人说 七中全会会给他软禁的方式 让他开会 很难理解 这个故事很难理解 谁让他出事 也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对不起 因为无论是宋平也好 胡锦涛也好 温家宝也好 这是个疑问 我在下期节目中 跟大家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